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在上一集的影片中 有談了副委託跟海外券商的優缺點 那今天就換來介紹一下美股線上開戶的方式 現在網路開美股的戶頭已經很方便 如果資料有準備好的話 基本上1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 不過還是有幾個小細節需要去注意 等一下在過程中會再跟大家說明 因為我自己主要是使用銀透證券 所以這一次就會直接實作 線上開一個銀透證券的帳戶 影片的前半段是用截圖的方式來說明 那後半段我有放上整個開戶流程的影片 希望對那些想要投資美股的人會有一點幫助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還沒有訂閱的人,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謝謝啦 整個開戶的流程,重點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填寫表單 第二個是上傳資料 第三個是帳戶的入金 這個就包含了銀行端跟券商端 等一下後面也會說明該怎麼做 首先開戶的話 一開始先連上銀透證券的網站 我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或是留言的地方都有放上連結 那連到網站之後 最上面右邊可以看到開立帳戶 然後點選開始申請 接下來開始填入你的Email地址 用戶名稱以及密碼 等一下會用這些資料來登入你的帳戶 填完之後按下開設帳戶 送出之後你會看到一個畫面 就是要你檢查電子郵件 這時候可以到你所留的信箱裡面 就會看到一封帳戶驗證的信 打開後請按下驗證帳戶 然後就會連到銀透證券的登入畫面 接著輸入剛剛所留的帳號跟密碼 進行登入 登入之後就可以開始進行開戶的流程 首先是選擇帳戶的類型 可以在個人旁邊按下選擇 然後往下拉有一個輸入語言 選擇繁體中文後按下開始申請 接下來就是一些基本的資料 這邊可以用中文輸入沒有關係 只有英文姓名的地方需要輸入英文 再來是填入住址、城市以及電話 然後往下再填入出生日期跟婚姻狀況 那稅入居住地選台灣 納稅識別號的話就填入身份證字號 底下的身份證名欄為文件類型選擇國民身份證 然後一樣填入身份證字號 接下來的雇佣、財富來源這些 就可以依照自己的狀況來勾選 然後基礎貨幣選擇美元 再來是安全問題 這邊總共有三個都是必填的欄位 填完之後按下繼續 如果剛剛有填入電話號碼的話 這時候就會發送一個確認碼到你的手機裡面 畫面上輸入這個確認碼再按下提交就可以了 接下來是帳戶的類型 這邊有三個選項 分別是保證金、現金以及投資組合保證金 詳細的說明可以看一下這邊 一般正常來講是選擇保證金就可以了 再來就是選一下個人的收入跟資產禁止 這邊的數字請照實填寫就好了 接下來的投資目標可以勾增長就好 然後交易經驗跟許可的部分 這邊就可以依照自己的經驗來做勾選 而這邊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想要交易美國以外的市場 像是英國、日本或是香港的話 記得按下添加 並且勾選你想要交易的市場 沒勾也沒有關係 就預設美國就好了 之後開完戶 有需要再去增加就可以了 再來往下的話 可以看到一個股票收益增強計畫 用白話一點的意思來講 就是把股票由銀透幫你去借給別人 然後你就可以收取一半的利息費用 如果想要增加額外的收入 那麼就可以勾選參與 而在參加這個計畫之後 投資人並不會受到什麼樣的限制 一樣可以隨時賣出股票 那在上一支影片中有人問說 可借出的標的只有股票嗎? 還是說連ETF也可以? 那以我自己的實際經驗 ETF也是可以拿到利息的喔 再來就是表彈填寫的最後階段 這邊有看到協定優惠資格 如果你只有台灣國籍的話 那請直接勾選下面這一個 我不能享受美國稅務協定優惠就好了 最後就只剩下簽署的部分 請在欄位裡面輸入你的簽名 記得輸入的名字 要跟已接受簽名這一欄完全一樣才可以 那在完成電子簽名之後 開戶的動作幾乎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上傳資料 如果沒有看到這邊可以上傳資料的欄位 那麼可以先登出 然後再重新登入一次 在登入完之後 應該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了 那主要有兩種資料需要上傳 一個是要證明你的身份 另外一個是要證明你的居住地址 簡單說 就是一個要上傳你的身份證印本 而居住地址 就是要上傳可以證明你住在哪裡的帳單 首先地址證明的部分 可以上傳水費、電費跟瓦斯費的帳單 或是說保險的帳單也可以 那我自己的話 是用水電費跟保險的帳單 再來是身份跟出生日期證明 建議上傳身份證的正反面 這樣子應該就可以了 基本上填寫到這邊 大概就算結束了 之後淫透那裡 會有人開始審核你的資料 一般來說 需要三天到五天的時間 就會收到審核通過的信 然後這邊說一個小插曲 一開始我所上傳的地址證明文件 並不符合要求 所以我收到一封要我補繳資料的信 信中是寫 一些關於金融的報表 是無法被接受的 像是銀行、信用卡 或是國內券商的對帳單這種 所以後來我就直接回了這封信 並且放上補繳的資料 然後不到一天 就收到一封文件已經收到的回信 再來過了三四天 就收到帳戶已經審核通過的信 這時候就可以開始進行入金的動作 接下來介紹一下怎麼去入金 在登入帳戶之後 左上的位置可以看到存款的選項 然後在銀行定會的地方 點選獲取指令 這個動作通常只有第一次需要 下一次就可以直接使用上市所保存的內容 因為是第一次 所以要填一些台灣這邊的銀行資料 第一個是保存銀行訊息 選試 下次這些資料就可以不用再輸入了 再來是匯出機構 請填銀行的SWIFT CALL 那每一間銀行是不一樣的 只要Google一下都可以查得到 以我用的國泰來說 代號是這個 再來就是填入國泰的銀行帳號 那存款指令命名 是為了你下次匯款時 可以直接辨識使用 再來銀行是否位於香港或是中國大陸 這邊請選否 最後一步就是輸入存款金額 輸入完畢 請按下查看電費說明 右邊這個畫面 就是下次要再入境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選用 就不用再像這邊一樣 要填入一大堆資料 只要填入存款的金額就可以了 那在按下剛剛的查看電費說明之後 下一頁就會出現匯款的說明 拿著這個說明 就可以去銀行填寫電費的匯款單 基本上只有第一次匯款需要去跑銀行 像以我來講 我第一次去就有跟行員說 我要辦理網路的電費 所以就寫了一個申請書 那這個申請書的格式大概是長這樣子 然後裡面的資料 這邊說明都會有 主要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售款人 一個是售款銀行 那對應的資料大家可以看一下 原則上就是跟銀透給你的一樣 售款銀行是寫花旗 然後再填上地址 跟花旗的Swift Code 而售款人的帳號 指的就是你在銀透的帳號 這邊我有簡單的說明 40806826 這邊指的是銀透證券 後面還有一個U跟一組數字 然後這個U多少 就是你的銀透帳號 所以這邊售款人 就可以看到是這一組數字 那在申請完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在網路上進行電費 那匯款的方式就很簡單了 以我自己的做法來說 先登入國泰的網路銀行 然後選擇外幣存匯裡的外匯匯出匯款 這時候可以看到 選擇收益人這一欄 就可以看到你在銀透的帳號 那入帳的方式 可以選擇一般匯款就好了 電費的費用大概是300塊 那在完成匯款以後 大約一天之內 款項就可以進到你的銀透帳戶裡面 整個速度算是蠻快的 接下來換介紹取款的部分 也就是俗稱的出金 一樣在銀透的網頁上 點選取款 然後第一次一樣 在電費的選項上 點選使用此方式 接下來就是填入你在台灣的銀行資料 像我自己是用國泰 所以這邊就填入銀行的帳號 然後接收銀行的話 請按下搜索 接下來會跳出一個銀行搜索的畫面 建議直接使用銀行的Swift Code 來找會比較快 那按下搜索 你會發現有三個代理銀行的選擇 建議選擇中間這個花旗銀行 然後再按下提交就可以了 那銀透有一個好處 就是每個月有提供一次取款的免手續費 第二次之後 也只有收10塊錢 也算是蠻便宜的價格 再來我們回到首頁 再按一次取款 網頁上就可以看到我們剛剛所保存的取款資料 點選使用此帳戶 接下來 再輸入取款的金額 然後再按下創建取款 這樣值得出金 就算是完成了 那以我自己的經驗 最快是一天 就可以匯回台灣的銀行帳戶內 算是蠻方便的 以上就是銀透證券 從開戶入金到出金的方式 基本上都是中文的 所以不用擔心有看不懂的問題 有想要投資美股的人 可以參考以上的開戶方式 原本的影片是製作到這邊 那為了怕有人還是不太了解開戶的流程 尤其是剛剛前面填寫表單的部分 因此我有把它整理成影片 等一下會放在最後面 這個部分我就沒有加上盤擺了 單純只有播放整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在填寫表單上有問題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這段影片喔 以上的資料給大家做這個參考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別忘了 那些影片 我記得不記得 我們自己也有在任何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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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